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系统分析与设计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 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播出 我们在第六奖 已经为各位介绍了 资料和作业处理建模的前半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七奖 要为各位继续介绍 资料和作业处理建模的第二部分 那么在今天第七奖里面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 有第一资料字典 第二是作业处理的描述工具 这个描述工具包括了 我们可以用模组化的设计 用结构化英语 用决策表跟决策数 第三部分是要为各位介绍逻辑模型与实体模型 我们当初在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资料 与作业处理的建模的时候 有讲到三种工具 一个是资料作业处理图 也就是DFD 第二个工具就是资料字典 第三个工具就是资料作业处理描述 那么这个资料作业处理描述 主要也就是要把作业处理 来做一个简单的 用自然化的英文来叙述 以方便于日后程式撰写的人 根据这个作业处理的描述来写程式 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个工具 叫做资料字典 这个资料字典 它或者是称作是一个资料的储存库 是资讯系统有关系统资料的一个 中央资料的储存的地方 那么一位系统分析师 要使用资料字典来收集记录 整理有关的系统的具体事实 包括了这个资料流 资料储存 实体跟作业处理 并且也要定义和描述 所有资料元素 和有意义的资料元素的组合 这个组合又称为记录 资料元素也是称为做资料项目 或者是栏位 那么是资讯系统里面 有意义的资料里面的 最小的一个单位 那么资料元素的合在一起的 资料元素的例子 好像是学生成绩 工资 社会安全号码等 都是一个单一的资料项 但是很多的单一资料元素 单一的资料项合在一起 就称为一个记录 一个RECOR 或者是一个资料结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资料字典的符号 跟它的应用 那么这一个表 是不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但是这个表 是已经大家用的习以为常了 所以资料字典里面的符号 包括等于代表是包含 加号代表是乙籍等等 这个资料字典的符号 就是用这些符号来描述 这个资料元素 以及其他的所有资料流 或者是一些我们在系统里面 相关要用到的一些item 那么我们这个资料流呢 是要等于是要把所有我们的 在系统分析阶段 或者是系统设计阶段 所有的东西都要汇整在 这一个中央储存的这个地方 然后供给各系统使用 所以说有非常大的成分 是要等于是要把所有的资料元素 或者是记录或者是资料流 或者作业处理呢 让它文件化 那么我们文件化呢 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做文件化 但是呢在很多的教材 在很多的地方都鼓励大家 尽量使用case工具来建立文件 那么是越复杂的系统呢 就是越难以维持充分而准确的文件 所以现代化的case工具呢 是可以减少大家建文件的力量 省得的那个时间跟功夫 所以要使用case工具 使用case工具呢 也可以确保资料的一致性 当有很多个系统需要用到 相同的资料的时候 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是用了case工具的话 那么一旦这个资料定义在中央的这个资料仓库里面呢 所有的系统 跨公司的整个系统都可以使用到你相同的定义 也可以达到一致性 那么我们的case工具呢 是推荐各位用的是 这个visible analyst case工具 那么这个是用的这个工具呢 是可以确保资料的一致性 同时呢 这一个工具呢 它是有跟好几本教科书 bundle在一起 你买那个教科书 它就会提供这个给你 另外呢 它也有一些教育版 提供给各个学校使用 那visible analyst的这个case工具呢 在如果是要正式版要花钱买的话 是不少钱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将资料元素呢 直接进入到一个case的工具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 这个图里面呢 有大概12345678 有八个项目 这个八个项目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面 可以看到cc 可以subject 就是代表说这是一个 发一封email给一个人 这个发一封email告诉说 我的资料元素里面有八项东西 要建计去 哪八项呢 第一个是薪资名单 这个是case工具里面 就自己会产生的 这个是档案的 是以系统名称来命名的 然后标签呢 也就是这个资料元素 它的label叫做社会安全号码 然后第三呢是别名 也就是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称 可以在做搜寻的时候 做什么时候可以用到这个别名 那这个别名有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那第四个呢是形态和长度 那这个从这个例子看得出来呢 这个资料元素它是有九个数字 9NN是代表nemonic 是有九个数字资源来组成的 然后预设值是没有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标述 那么可接受值第五呢 这个可接受值呢 是任何证数值 只要是证的数字都可以 然后第六个是资料来源 是员工 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员工工作申请单上面来的 然后第七个是安全呢 谁要负责这个资料的安全呢 是新工管理部门 那资料的权责 就是谁要负责这个资料的正确性 或者是资料的输入 资料的更正等等 也是由新工管理部门 另外有一个描述及注解呢 就是有一些comments 有一些添一些注解的 就在那个部分 这个是如果要将资料 直接进入到一个case工具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email呢 直接就转进visible analyst 他就会直接把这个资料 就进到这个case的工具里面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这个社会安全资料的 怎么样进入到这个visible analyst 各位看一下下一页的这一个 这张图 这个就是 这个可以 我是已经把它翻成了 那个中文 也可以用英文介入 因为visible analyst 是可以中文英文都可以的 那么典型的资料元素的特性呢 也跟刚刚讲的一样 一共有大概123456789 我们从上面看起来标签 输入形态 描述别名 输入值和限制 注解等等 这些 其中有一个没解释到的就是预设值 预设值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资料项呢 假设你不输入的话 就是这个值 有输入的话 就取代掉这个预设值 这个就是社会安全号码的资料元素 怎么样进到一个case工具 就是进到visible analyst 好 我们到这边暂时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样将资料流 见到资料字典中 让它变成文件化 我们在下面这张图上面的上半部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分析师呢 已经用在线的方式 已经用online的方式 把一些资料流的资料 已经建在这个表格里面 然后呢 在这个图的下半部呢 也就是在visible analyst里面 就直接把这一个上面的表格的资料 就直接进入到 visible analyst的case工具里面 那么资料流 它的属性呢 报告有 各位看一下 它有资料的名称跟标签 标签是佣金 然后它有一些描述 有一些description 它来说明资料流 以及它的目的 第三个 它也有一个别名 然后第四个 它也会提到它的来源 它来源是 DFD资料流的开始 或者是起源 可以是一个作业处理 一个资料储存 或者是实体等等 它会有一些目的地 等等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资料流 它会有一些跟哪一些记录有关 还有一些数量跟频率等等 这个是资料流的一个文件化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将资料储存 也就是我们的资料作业处理图里面的 第一个是资料流 第二个就是资料储存 那么我们要看看怎么样把资料储存的 这些里面的一些资料 把它放到资料字典里面 让它变成文件化 那么我们以库存这一个资料储存 为例子来看一看 这一个图里面 库存它也有一个别名 它也是有这个 里面有一些 Picking Detail跟Product Detail 这些它也有一些 为了保持的一致性 这一个Picking Detail跟Product Detail 这些名称呢 必须要在所有的资料字典中 都是要一致的 然后第三呢 这边有讲一些数量跟频率 这个数量跟频率是 这个产品记录是有5000到1万个 然后它每个月会有300到500个的变更 那么这些记录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后续SDLC的 整个系统分析设计的各个阶段 都会使用到它 那这个是资料储存的使用方法 那么它的属性一样 是会有标签 有别名 有一些跟前面的那些资料项呢 它的储存方式都是一样的 都是文件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 资料作业处理图里面的 作业处理的文件化 那么作业处理呢 其实是整个资料作业处理图里面的 作业处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也就是整个程式流程的一个核心 就是在这个作业处理 我们在画DFD图的时候 有从最高层一直往下去做解构 那么这个作业处理呢 就是在那个解构过程中的 这些每一个系的功能模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里面的例子里面的 是用验证电单这个作业处理 那么它的输入形态是作业处理 那么作业处理呢 它也可以作业处理 我们在DFD图里面有 有从第一个作业处理 往下一直推 有1.1 1.2 1.3等等 这个作业处理的编号呢 可以在这个 我们在第一项的说明里面会有写 那另外呢 这个作业处理呢 跟它有关的一定有一个输入作业 输入资料流跟输出资料流 这边有提到 它的输入资料流可能是从订单系统 从credit status 就信用状态等等 然后它的输出资料流可能是从 这个拒绝订单 或者是接受订单 这两个输出资料流 这个是作业处理的文件化 那么它作业处理 它的一样会有一些标签 一样会有一些注解等等 这个是作业处理 让这个每一个作业处理 都要在这个data diction 在这个资料字典里面 要把它文件化 那除了在作业处理 除了在这个 在这个资料字典里面文件化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作业处理的描述 待会我们会来再解释 因为作业处理呢 就等于说我们将来的 每一个小的程式模组 就是将来要来编写程式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实体的文件化 那么实体呢 是输入的形态呢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它是外部实体 它呢也是一样 它有一个别名 它也在后面第二 有输入资料流 跟输出资料流 这个部分呢 这些资料流的名称呢 也必须要保持一致 在整个资料字典中是要能够标准化的 那它的属性也是一样 有它的实体的名称 它必须要跟DFD上面的名称 是要一致的 它也有一些描述来说明这个 这个实体跟它的目的 它有一些 别名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属于实体的文件化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还有 因为资料字典是要把所有 跟这个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文件化 我们再来看看RECOR记录的文件化 也就是资料记录的文件化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这个RECOR呢 是信用状态 它的输入型它是资料结构 我们在前面有叙述过 我们从资料的 从那个资料的元素 就是资料的项目 一个一个的资料项目 累积成一个资料的记录 那这个资料记录叫做资料结构 那么我们这个也让 它也让这个资料的结构 被命名为信用状态 然后是信用状态呢 我们看到有两个资料元素 就是这个DATA RECORD 有两个DATA ELEMENT 一个是Customer Number 一个是客户编号 一个是Customer Status 一个是客户的状态 它的信用状态好或者坏 所以这两个 这一个记录呢 它是有两个元素的 一个记录 不一定是两个元素 或者三个元素 是要看它的这个记录 资料结构是怎么样的 那么它一样 它的属性一样是有标签 有别墅 有别名 有描述等等 跟其他的文件化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资料字典 这样到现在为止 已经几乎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到资料字典里面了 我们来看看资料字典的报告 资料字典呢 是作为资讯系统的中央文件库 所以当系统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创建这个资料字典 而且必须在系统实施 操作跟维护阶段 也就是安全跟资源阶段呢 要不断地更新这个资料字典 因为资料字典 我们讲过在不同的阶段 分析阶段 设计阶段 会经常的会有一些 重复的一些 重更新 或者是更改 定义更改 需求更改 就会影响到这些实体 影响到资料项 这些都会更改 所以在整个的开发过程 甚至于在系统上线 开始做运转的时候 仍然要不断地维护 这个资料字典 因为资料字典 是给整个case工具 给整个公司要用的 那么除了描述每个资料元素 资料流资料储存 记录实体 作业资料 作业处理之外呢 资料字典还可以将这些东西 汇整在一起 产生很多 很有对公司经营 或者对系统发展 很有用的一些报告 可以是一个 整体的报告 或者是一些特殊目的的报告 都可以从资料字典里面来产生 所以资料字典的重要性 有史可见其一般 然后接着我们来谈谈 作业处理的描述工具 那么所谓作业处理的描述工具 就是说要怎么样来把这个 作业处理做描述 那么也就是等于将 我们作业处理也就是等于是一个功能单元 我们在做DFD也好 在做Functional Decomposition Diagram 在做功能分解图也好 都是把大功能一直画画画画到 画得不能再画的小的功能 作业处理也是一样 从大的作业处理一直画画画到最小为止 所以作业处理的描述工具 最主要的就是要将功能单元的细节 要把它文件化 要表示出一组特定的处理步骤 跟业务逻辑 而且要使用一套处理描述的工具 我们可以建立一套 一个标准完整和简洁的模型 我们典型的这个作业处理工具 包括了有结构化英语 有决策表 决策术 就是当我们在分析一个功能单元 我们是经过解构处理 经过DFD图的解构处理的步骤 来把它变成更小的单元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做模组化设计 那我们的模组化设计 大概一直在讲结构化设计 结构化技术里面 很强调的一个就是模组化设计 也就是所有的程式要变成一个一个小的模组 那么这个模组化 所有的小的将来写程式 程式的这个模组化设计里面 离不开三种不同的结构 第一种叫做序列结构 那么序列结构就是 做完一个流程再换下一个流程 是一个接着一个做的 叫做序列 序列流程 序列逻辑 第二个是选择选择逻辑 选择逻辑的符号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边的比较条件是工作时间是不是大于40小时 如果是的话就要计算加班费 不是的话就往下走 这个是选择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递回 递回就是一直要处理同一件事情 比如说列印薪水单 一直要列印到某一个条件符合的时候 才跳出不再列 这个也是一样 要用一个三角形来做判断点 就是档案是不是结束 不是的话继续列印 然后一直到结束为止 那么所有的模组的模组化的设计呢 都是基于这个三个逻辑结构 一个是序列 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递回 这三个就是所有的逻辑 所有的模组化设计的逻辑的基础 我们到这边暂时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来谈一谈结构化英文 结构化英语是在做作业处理的一个描述上面 所使用的一个工具 那么结构化英语是标准英语的一个子集 一个subset 它是能够清晰准确地描述作业处理的逻辑 当使用结构化英语的时候 也必须要符合以下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 它只能够使用在序列选择和递回结构 这个三大基础上基石上 第二个它是要使用缩排与真经可读性 第三个是你要使用有限的智慧 包括资料字典中所使用的标准用语 和具体的词来描述这个作业处理的规则 因为结构化英文将来就可能会被转成这个程式 除了结构化英语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决策表跟决策术 来做这个作业处理的描述的工具 那么决策表我们先看看一个条件的决策表 这个是最简单的决策表 只有两种可能性 是或者是否 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否 就只有两种选择 这个是决策表的一个条件 如果两个条件的决策表 各位想一想 它会组合成四种不同的可能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表 这个是在验证订单的作业处理 那么它有第二个大项是 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这个客户的新闻状况 是不是OK 第三个是这个产品 是不是在库存中 一定要这个两个条件都是yes的时候 我们才接受订单 那后面的三个 其中只要有一个是no的话 就是不接受订单 这个是两个条件的一个决策表 看起来也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三个条件的决策表 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三个条件的决策表呢 我们是根据前面那个两个条件 再加上一个信贷经理 他有豁免信用状况 也就是信用状况不好的时候 只要库存品在的话 然后信贷经理豁免 他的信用状况的话 他仍然是可以接受订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库存状态是yes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是 都是yes的时候 当然是接受订单 然后第二项呢 两个都是yes 也是会接受订单 不管你信有没有 有没有豁免他的信用状况 然后三四都不行 都没有 因为没有库存就不必讲了 然后五六里面呢 有库存 但是呢 他的信用状况是不ok 第五大项 但是呢 信贷经理呢 他给予他豁免信用状况 所以他仍然能够接受订单 所以这个表呢 三个条件呢 就有这么几种的情况 就是会有三个yes 三个接受订单 有五个不接受订单 那么三个条件的决策表呢 我们刚刚看的是 刚刚看那个是比较不容易判断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简化成下面这样子 就是把无关紧要的 都用那个dash的符号 都用破折号把它画起来 我们看一看 信用状况是 产品如果是没有在库的话 只要产品是no的话 其他什么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 三四产品的库存都是no no 所以后面的信用状况 跟后免那边都打破折号 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然后信用状况是OK 产品也库存的 两个都yes的话 那个信用代经理是不是后免 也是就打dash了 也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因为其他条件都满足了 信用后免的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可以看到 然后如果是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打了六个破折号 有两个破折号 都是因为产品不在库存中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看 就比刚刚那个容易看多了 就是变成只有第一跟第二跟第五 是接受订单的 其他都是拒绝订单 好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 三个条件的决策表简化后 就变成这样子 下面这个表 只有1356 信用状况是OK 产品是在库存中 信贷 经理 豁免 信用状况 这样子三个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三个条件的决策表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三个条件的例子 那么这个三个条件的例子是 公司的促销政策 它的文字叙述是这样子的 优选客户订购1000元以上或以上 可获5%的折扣 如果他们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会再给另外一个额外的5%折扣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 优选客户不订购1000元以上 就获25元的奖金券 所有其他的客户都获得5元的奖金券 这样子的话一共有三个条件 其实第一条的语句包含了两个的独立条件 一个5%的折扣 跟其他额外的折扣 就是5%之外还可以加5% 所以有两个条件 其实这个第一个条件含两个条件 其实是四个条件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 多个条件的这个决策表的结果 看看这个是不是优选客户 我们看这一个表 这个表是一个多个结果的一个简化的表 然后我们从这个表里面看到有三个条件 那我们看看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判断是不是优选客户 第二个条件是判断是不是订购1000元以上 第三个条件是判断是不是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那我们这三个条件会出现的各种不同的 下面四种不同的结果 一个是给5%的折扣 另外一个是再给额外的5%折扣 第三个是给25元的奖金券 第四个是给5元的奖金券 所以三个条件怎么样组合成这四个不同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看可以简化一下 我们从前面的文字叙述里面 即使是我们的那个优选客户 但是他没有订购1000元以上的话 他也是只能拿25元的奖金 所以就变成是第三项就是这样子了 那如果是他没有使用我们的折扣 他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那也没有订购1000元以上 也是一样也只能拿25元 所以第四跟第三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第四给删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优选客户或者是非优选客户 只要是非优选客户 不管你是订购1000元以上 或者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他通通都是只能拿5元的奖金券 所以5 6 7 8其实是一样的 不管其他的条件怎么变化 只要不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他就只能拿5元的奖金券 所以我们可以把6 7 8给删除掉 所以我们的结果就只有 1 2 3 5 4条 第一条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他又订购1000元以上 他又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所以他可以得到5%的折扣 另外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5%折扣 那第二种结果就是 他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但是他也是订购我们1000元以上 但是他没有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所以他就只能得到5%的折扣 他买东西的时候 那第三种结果呢 他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但是他没有订购1000元以上 那他就只能拿25元的奖金券 那第四种结果 也就是5 6 7 8合起来的 他只要不是我们的优选客户 不管是其他任何的条件 他都只能拿5元的奖金券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1 2 3 5存在 这个是多个结果的一个简化结果 那么使用表 用这个决策表呢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个整个的逻辑 那么程式开发人员会发觉说 用决策表来写程式 可以慢慢地经过判断 可以会变成比较容易 比那个结构化英语会简单一点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是叫决策数 那么决策数呢 其实是跟决策表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 从这个决策数看来 先看看是不是优选客户 是的话再往上走 订购1000元 yes又往上走 使用我们的收费卡 yes又往上走 然后就是拿到5% 另外5%的 然后no的话 只要是no就一直往下走 就一共有跟刚刚那个决策表一样 有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结构 一个是yes yes yes 通通yes是得5% 加5%的额外5% 另外是拿25元的奖金券 跟拿5元的奖金券 那么接着我们要谈一下 四个模型的方法 四个模型是要了解 当前系统的实体模型 经过当前系统的实体模型 来发展当前系统的逻辑模型 再发展新系统的逻辑模型 在建造新系统的实体模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第七奖的所有内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